中国网台新一节,一汉无缘中网决赛,10月6日晚,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单决赛的争夺中。 中国金花王强以1.6除以3.6不敌丹那球后沃兹米亚齐无缘女单决赛,尽管理汉出局,但王强已经创造个人中网的最佳战绩,首次打进中网四强,也是首次闯见WTA皇宫赛四强。 王强成为后里那时代的中国网谈,在一缕明媚阳光,赛后,著名体育解说员詹俊,也是在微博胜赞王强的表现,并且为他定下了下一个目标,世界前15名。 从目前王强的状态来看,这一目标定非难以实现,极美贸易球技于一身的王强,在这次中网中连续挑落奥斯塔彭科,普利斯科阿克萨巴伦卡这三位名将,半决赛对阵丹麦球后沃兹米亚齐,双方此前交手四次,沃兹米亚齐,以三胜一复取的领先。 此战王强戴上作战,对付这种世界级的防犯高手,输球也是在情理当中,决赛明天进行,沃兹米亚齐的对手是塞尔斯托阿。 不过,凭借中网的出色表现,王强在排名上继续突破,已经来到了第24位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王强还是季彭帅、郑杰、李娜之后,第四位上进中网四强的中国金花。 中国网友也是对王强表现一直给予称赞,别沮丧,努力练习,认真比赛,有更大的舞台等你。 体能是短板,加强体能应该能走得更远,颜值是李娜无法比的,王强的突然爆发并非偶然。 他在2018下半年,拿到了江西南昌战,亚运会女单和广州战冠军,一级冲进吴王和中网四强。 目前为止亚洲第二,仅需要是大阪那奥米,尽管王强还达不到李娜的高度,但他无疑给中国网球,重新注入强心计。 计李娜之后,中国女王再次看到新的希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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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